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三三五 念念觉醒 整理者心灯 赌诵者心烟 一般人没办法在生活中修行 他们的生活是惯性 是随波逐流 并未念念觉醒 念念风鸣 你早晨起来做早课时 要清楚你在做早课 要观察你做早课的样子 及你内心世界的样子 假设一百个人在做早课 表面上一样 差别就在于是否清楚 清楚的人只要因缘成熟 有一天就会开悟 整天都迷迷糊糊的人 不可以讲他有一天会开悟 而是要能够明白 而是要能够明白 在了解的过程之中 十基因缘到了 他就会开悟 但是 你们话讲太快了 有一天你会开悟 这么讲 会变成你懈怠的借口 以为睡觉 也会睡到有一天开悟 不清不楚 怎么会有开悟的一天呢 你清清楚楚 因缘到了 才有机会 我清除我在做早课 做完早课 我清除我在吃早斋 之后 我清除我去上班或出坡 上班时 我带人接物 应对进退 处理事物的样子 我都要清除 下班开车 清清楚楚回家 就是唯一的路 回家之后 我清除的做晚饭 打理家事 或教育小孩子 或和全家人一起喝茶 清清楚楚的看新闻报告 之后 清清楚楚的各自读书 各自用功 晚上 心很安稳的睡觉 第二天早上 清清楚楚的起床 第一步 就能够踩到地板 你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可以第一步 就踩到地板 有人踩不到 就跌到床下 尤其是冬天 有的人还没有踩到地板 腰就闪到 到了 起床的姿势不对 腰就会闪到 你以为 你以为起床之后 迷迷糊糊的坐在马桶上 就没有问题了吗 你应该先看看 马桶里有没有蛇 那天就有这样的新闻报道 你却不是 你处于迷迷糊糊 麻木不仁的状态 你都是赶快起来 赶紧把早课做完 赶紧去上班 你在紧张什么 你的心不清楚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回去观察自己 就会吓一跳 你根本没有能力 清清楚楚地保持一天 不要说一天 一个小时 你都没有能力 更认真的人 清除起来做早课 之后吃个早餐 散个步 回来清清楚楚坐在葡团上 下午睡个午觉之后 到佛堂 念两个小时的佛号 阿弥陀佛 每一句都很清楚 你真的有这个能耐吗 当你清楚 你所做的那些行事 就变成修行 第二种行事是 假如下个月 请每个人 将这个月的心得 讲十分钟 很多同学就会讲 我这个月 没有什么心得 一个月有三十天 那你这个月 是怎么活的 行尸走肉 惯性生活 麻木不仁 以为买了几本佛经 跑了几个道场 你就怎么样了 或者 以为你家 摆很多尊佛像 你就有修 你居然讲得出来 我没有心得 这很可耻 很对不起自己 但是 你确实没有心得 因为你没有心悟 虽然活着 心却不悟 你活着在做什么 你就是透过惯性 在看人生 你们看一看自己 就会觉察到这种生命 生活的模式 你起对得起自己 人生难得 金已得 佛法难闻 金已闻 问题在于 你把它当作一种形式 在骗自己 我从第三个角度来分析 比如 你很喜欢看佛经 你一直在研究 如何解释经文 或查佛学词典 但是你对你的生命 不见得会领悟 你是在研究学问吗 对生命有所领悟的人 他可以讲经典 却不落经典的文字 甚至没有经典 他也可以讲出经典的内涵 你想听浅 他就讲浅给你听 你想听深 他就讲深给你听 你想听理 他就讲理给你听 你喜欢听事项 他就讲事项给你听 你喜欢听音缘辟语 他就讲给你听 他真懂 那是心悟 他心开误解 故内心没有局限 那就叫做修行 文厚思维 你能念念清楚当下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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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